近日 互聯網曝光的圖片顯示 中國首艘國產航母正在加緊安裝346A型相控陣雷達 新加坡聯合早報援引分析人士的話稱 這項工作一旦完成 該件可能將於近期進行海事 分析指出 中國首艘國產航母從今年4月底下水至今 已過去6個月 由於在下水之前就已經進行部分西裝工作 因此各項西裝進展很快 現在要進行海事順利成長 天氣因素也是外界預計 首艘國產航母將於近期展開海事的原因 在冬季 黃海與渤海的一些海域會結冰 而11月正是這片海域進入冬季的時候 所以 首艘國產航母的各項西裝若進染順利的話 可以趕在海域結冰前進行海事 按照國外慣例 一艘航母被從船臺拖到水裡 並開始了它漫長而複雜的試驗試航旅程 在此期間 從承擔設計建造工作的機構和船廠 到實施海軍艦艇驗收工作的牽頭單位 載到航母未來的主人海軍接艦部隊 都要參與其中 而這其中 海上試驗試航是航母試驗活動中的關鍵一環 按照時間先後 可大致分為交付前海上試驗和交付後海上試驗 同時包括預先準備工作和試驗後對發現問題和缺陷的修正工作 根據國外航母交付前的海事工作來看 這期間的主要工作由造船廠負責 造船廠試航是航母在完成建造或改裝後首次出海航行 是為確保航母的硬件和機械等達到合同要求而進行的海上試驗 造船廠試航由船廠組織實施 海軍人員現場監督 在造船廠試航成功後 檢查驗收組將組織驗收 通過後 航母方可被海軍接收 造船廠試航包括系統和設備檢查 出航前操演和出海試航 2011年8月 中國首艘航母遼寧艦開始海事 2012年9月25日 遼寧艦正式交付中國海軍 從海事到入列 遼寧艦共用了13個多月 如果考慮到中國已經在遼寧艦的海事過程中 掌握了相關規律和流程 那麼 中國首艘國產航母從海事到入列的時間 有望縮短幾個月的時間 今年10月 在某衛視節目中 中國國防大學退休教授張兆忠講述了一段故事 對中國的海軍從弱到強的發展 進行了回顧 他也提到 中國第一艘國產航母很可能將在2017年底進行試航 並有可能在2018年服役 並預測 包括電磁彈射 核動力 全電推進等先進技術 未來都有可能被應用在國產航母上 近期 除了關於首艘國產航母可能開始海事的新聞外 大家還非常感興趣的話題就是 首艘國產航母的內部機庫首次曝光 11月8日 中船重工黨總書記 董事長 航母工程總指揮胡問明 深入中國首艘國產航母工程現場指揮部黨委 做黨的19大精神宣講報告 在中船重工的官方新媒體平臺發布的現場照片中 中國首艘國產航母的機庫內部首次公開 迷彩派創立2015年2月 是知名的軍事內容生產商服務商 歡迎在微信微博搜索迷彩派 關注我們